我们今天的信息就是 你的心是否真的属于神 很多人都会说 我相信耶稣是属于神的 我这里有一个图 我们的图是什么呢 大家看到了 这个人有耶稣 在耶稣心中 他有敬拜赞美 很喜欢祈祷 他喜欢传呼音 不过 他可能很容易低沉 很容易烦恼 其实不是出于信心 就是罪 就是说 他常常看着问题 他就是罪 这个是烦恼 他容易低沉 看到人的问题 他在反复思想 又怨恨 或者自我忠心 你们怎么不听我说 他人家发烂了 就是好像人人都要听他说话 这个是自我忠心 就是把自己放得很高的地位 或者是发怒 其实很多基督徒很爱主 不过都一样有低沉 自我忠心 还有发怒 这个不是少数人 是很多人是这样的情况 所以到底我们问一个问题 我们到底耶稣在心中有多大的位置 耶稣是否掌管我们整个生命 还是只是掌管我们回教堂的生命 有些人是这样的 回教堂是很听话的 但回到家里和在外面就不是的 这个我们就需要耶稣去改变 真的整个生命都被耶稣改变了 我们是否真的爱耶稣 就是是不是耶稣的爱充满我们 我们真的我们的心属于神 真的爱耶稣的 当耶稣差遣彼得 去侍奉神的时候 差遣他去牧养他的羊的时候 耶稣问清了他三次的 就是你是不是爱我的 是不是真的爱我的 真的 这个我用广东话来说 是不是真的 真的 就是反复想 反复问他 让他反思 同样神今天都问我们 你是不是真的爱我呢 你是不是真的看重我呢 因为你的心中其实有很多东西 是确实的呢 因为你的心中挂念很多东西呢 这个经文 《约翰福音》有一章十五节 他们吃完早饭之后 耶稣就对新闻彼得话 他这次很严重 为什么很严重呢 直接是说了 他们的耶稣人 他们当时是用谁的儿子 不像今天 今天的耶稣人都是有性的 就是约翰 你的爸爸是约翰 约翰这样 儿子西门 很认真地问他 你爱我给自己才更深 你是不是真的爱我 给这些一切更深呢 那给他就很快地打 主日主日 是的 你知道我爱你了 耶稣有第二次 不是 首先说了 你喂养我的小羊 就是你爱我了 那你就去喂养我的小羊 照顾我的小羊 这里第一次说到小羊 好了 第二次又问他了 到底是耶稣听完他之后 耶稣不放心 因为耶稣想他反思 我们很知道耶稣是想他反思 因为耶稣知道他的心是怎么样 其实耶稣知道他爱他 不过耶稣想他反思 你想清楚 你是否真的爱我 耶稣是知道他爱 不过爱的程度又多深呢 那耶稣又第二次又跟他说 约翰的儿子西门 又很认真地跟他说 你爱我吗 那比特亦都很爽快地说 主呀是的 你知道我爱你 然后呢 接着他就 你牧养我的羊 这次不是小羊 就是那些成年 你最初帮那些 又乱的 你现在帮了那些成熟的那些 第三次又跟他说 约翰的以西门 你爱我吗 比特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 你爱我吗 就忧愁 他就忧愁了 为什么会忧愁呢 因为他曾经可能 曾经三次否认主 当耶稣问完一次 又问一次的时候 他一直说 是不是耶稣说 你不信得过我呢 其实我 好像我也不合格呢 所以他的心里面就忧愁了 不开心了 耶稣是不是你信不得过我呢 在他心里面也令他反思 我真的是不是爱耶稣呢 然后比特因为耶稣第三次对他说 你爱我吗 他就忧愁 就对耶稣说 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 他再加多一些一句了 你什么都知道的 你知道我的心 你知道我爱你 其实他真的爱耶稣 不过问题就是 爱耶稣有多深 之前他也爱耶稣 爱得有多深呢 他为什么会否认耶稣呢 就是因为他到时候很害怕 耶稣是想他有心理准备 然后呢 他就说了 你喂养我的药 那么我们就看这里呢 看看希列文哦 希列文呢 他第一次问他的时候呢 用这个希列文呢 这个字呢 很多人都会认识的 Agapao 那么很多人认识的就是agape agape是个名词 agapao是个动词 他说你爱我给自己的识 更深啊 那么爱这个agapao的意思是什么呢 是一个牺牲的爱 没有条件的爱 他说他说 景仰神 景仰某个人的爱 理性的爱 就是经过思想的爱 agapao 他头两次呢 先经讲到神爱的人 是讲到agapao的 就是神是他的思想 他的应许 他的性情 驱动他 他是有理性地爱我们 他是全心爱我们的 那么第二次问他 都是agapao 然后第三次问他 他就不同了 Fileo Fileo呢 大家可以看回希列文的数字 那么是什么爱呢 是友谊的爱 学想这个人 喜欢他 珍惜他 有感情的爱 还有这个词 有个意思是亲嘴 他说到 这个犹大 是用亲嘴的记号 是用fileo 这个词来做这个 做记号 来出卖耶稣 Fileo有什么不同呢 就是一种很亲善的 有感觉的 有感情的爱 是和agapao是不同的 那么就会问 为什么耶稣 第一次就用agapao 这个就是一个 就是你爱 你看到神这么好 所以你会爱我 你是不是真的爱我呢 第三次 他就用fileo 就是好像 你是否我的好朋友 是不是我的死党 你是否很喜欢我的 你是否挂着我的 其实神都是想我们有这种爱 因为圣经里面说到 诗人都说到 好像鹿切无溪水 我切无你 我很想很想爱你 那种切无 好像大卫 他戴这个药柜的时候 他很兴奋在跳舞 就是很感激神的 也说有人对我说 我要去柔和殿 他就欢喜了 很开心出来的 这种是一种有感情的爱 就是圣经里面说到 不是单是理性的爱 是也有感情的爱 所以我们都想想 我们爱神 是不是一方面有理性的爱 还有有感情 一想到神 神你真的好 我真的很欢喜你 神是喜欢我们欢喜他 因为圣经有说到 以耶和华为乐 神就将你心里所求的赐给你 以耶和华为乐 神就叫你成家地的高处 所以一个人 经常都以神为乐 经常都想到神 神你真的好 神是喜欢的 但很多时候人是以什么 开心呢 去旅行 买什么食 有朋友 和他一起 吃饭喝茶 或者家庭有些喜庆的事 人就会开心的 但这些事 其实都是世上的事 都过去的 但我们有一位永恒的神 我们都会不会能够 在心底处 即是你的心全部爱神 即是你的心有多少属于神呢 就是我们有多喜欢神 一方面是理性地 神是这么好的 神这么爱我们 所以我理性地爱神 但也同时 我心里面 我想到神就欢喜 我想到神就开心 那你就得力了 譬如今天 这位姐妹 我不说名字出来 他就告诉我 其实他家里也有些困难的 他就告诉我 他就学了 他就站在那里祈祷 感受圣灵的能力 那一摇动 他就很舒服 我感谢主 你记得 即是说原来 他也享受神 他才享受神 所以在他的困难日子 他会享受神 所以其实我们越享受神 我们日后亲近神就越得力 好了 耶稣问完三次之后 接着就告诉他 他想去做什么 除了叫他牧养他的羊之后 接着就说什么呢 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 你年少的时候 自己促上带子随意往来 但年老的时候 你要伸出手来别人 要把你促上 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 耶稣说者说 是指着比德要怎样死 荣耀神 说了者说 就对他说 你跟从我吧 耶稣问清了他 你是不是真的爱我 真的爱我 从心底处喜欢我 是不是 真的爱我 好了 你真的爱我 我就告诉你 第二天 你现在年少的时候 你就很自由了 但到你年老的时候 别人要绑住你 抓你去不愿意的地方 就说到比德要怎样死 也就是说耶稣预备他的心 你真的爱我 如果你真的爱的话 你接受这个 将来有一天 你会为我死的 你会遇见很多的苦 但圣经也说 神会纪念 神一定纪念 因为一杯凉水 他都纪念 何况为主而死 因为在八福都有说到的 为二受逼伯的人是有福的 就是能够为二受逼伯是有福的 那这个图呢 就是呢 说到比德呢 他又是被钉十字架 不过他就说呢 我不配好像耶稣 那样钉十字架 他说你将我倒转来钉 所以说倒转就更加辛苦 你想想 你倒转的人 那些血冲了到头上 然后钉是很不同的 但是呢 他就是他尊重神 就是他心里面 一直的心就是神 你是很宝贵 耶稣你很宝贵 你是很重要的 我很愿意跟从你 我听了你说 甚至我要死都不怕 那我希望我们都每一个人 就是说耶稣 我的心都给你 甚至我为你受苦 甚至为你死都不怕 那这些人呢 不是一定会死的 就是有些人很怕死 可能会死 但是有些人不怕死 可能不用死的 就是不用被人逼迫死的 无论如何都好 逼迫死也好 或者普通死也好 我们总是主的人 总是荣耀神 那这个希望我们都是 心都给耶稣 耶稣在寻找的 谁真是爱他 有些人初头不是那么爱他 但后来越来越改变 那我自己也是一个例子 我初头都爱耶稣的 我很感激耶稣 但是我经历圣年充满之后 我是越来越爱神 还有越来越提升的 生命越来越提升 那这个都是 我多谢神 他改变我 让我看到神的尾线 我就很欢迎神 我就真的看到什么 我都觉得是看到神的 什么东西我都看到神的 我看到你们的眼睛 我都看到神的 为什么呢 因为你的眼睛的感情 都是神似给你的 我们中间有的感情 都是神似给我们的 我们能够帮助人 多开心啊 他们都是神似 我们的恩典去帮助人的 我们都是很满足 很开心的 我多谢天父 第二点我讲到 就是神看到我们的 肺虎心肠 是没得走鸡的 很多人呢 其实呢 就是我用俗一点的说话来说 他以为神又盲又浓 为什么呢 他以为神看不到他做错的东西 他又以为神听不到他骂人 其实很多人会骂人 他知道要审判的 但是为什么骂人 骂得这么凶呢 骂到那人一只东西 真的令到他很难受 为什么会这样呢 好像觉得神都听不到 神看不到的 但是神是看到听到的 所以我们做每一件事都说 神看到听到 那我怎么去回应神呢 我们的罪都在神面前 不能够隐藏的 这两处经文 启示录二章二三节 我们一起读一下 我是那刹看人肺虎心肠的 并要照你们的行为 报应你们各人 耶利米书十六章十七节 因我的眼目刹看他们的一切行为 他们不能在我面前 借验他们的罪业 也不能在我眼前 隐藏 这里就是神看每一个人的肺虎心肠 照我们的行为 报应我们的 祂看到你的心 有多喜欢神 你在日常生活里面 日常生活会看到我们真实的我 不是只是回教堂和敬拜的时候 敬拜的时候我们很自然会敬拜 但是在你煮饭的时候 在你行路的时候 洗澡的时候 撑牙的时候 搭车的时候 你只是想着你做的事 还是你会想着神 有些人就说 那好像很不正常 整天都想着神 但是圣经是教导我们 就是说 从日出到日落 都去清重神 时时刻都清重神 哪个人时时都感谢神 和祂将愿神的荣耀祝福人呢 神看到我们的心 祂看到你里面有什么 祂会照你的行为 你的心思言语行为 报应我们的 就是祂会让你看到 原来你是这样 祂看到之后 祂会祝福你 所以祷神是不难的 你就是神 我真的需要你 我又很感谢你 我没有你 是不行的 我什么都是你所给我的 我又知道你看到我的行为 我有罪 你求你赦面 神又欢喜 我有罪 你求你赦面 然后我真的愿意爱你更多 不过有时我都不认识爱你 求你赦面我 神又欢喜 神又会赦面我们 和改变我们的 跟着耶利米书里说到 他刹看他们一切行为 一切行为就是什么呢 包括你怎么对那些 好像身份不是很重要的人 有些人是这样的 对那些身份重要的人 有钱的人 他的态度是很不同的 但是对一些不重要的人 他又呼呼喝喝的 那么他就觉得 他是这样的人 所以我就呼喝了 他没有想到 这些神都看到了 一切我们任何时间 对任何人 所以其实你看到基督徒的生命 是看什么呢 他对那些不是那么重要的人 他怎么看法 他怎么相处 譬如他对那些不重要的人 他就觉得 没所谓 你等一下 遲点才跟你说话 那么我们都看到 那么神更加会看到的 神时时看到我们的来心 但是我们又不需要很害怕 我们就说神帮我 真是保守我们的心 我自己整天都在想 神是掌管一切 我听了神说爱神 神一定欢迎你 神一定祝福 所以我的心里总是 时时都是爱神祝福人 这个就是我的心态的 那神看到了我的一切作为 是没得遮掩的 收不埋的 不得收埋 那没得收埋 怎么办呢 那我们就求主赦免 那有时候我们都会想这个问题 因为圣经说 凡人所说的闲话 在审会日子 必要句句功出来 因为要凭他说定他为义 也要凭他说定他有罪 那就死了 我做过很多事情 讲过很多事情 做过很多事情 罵过人 伤害人 做了一些不见得光的事情 那以后怎么办呢 但圣经又说 你的罪会投在深海 或踏在脚下 这两句话 我自己想了很久 因为我是用识经的方法 寻找圣经的真理 到底我们信耶稣之后的罪 在审判的时候 需要不需要供出来 因为耶稣说全部都射灭了 我当然喜欢 全部都射灭了 全部的罪 由信耶稣 之前之后 什么都射灭了 所以你到神面前 不用再 我们凡人所说的行话 我们讲的行话 都不用供出来的 那就最好了 希望是 不过如果不是的时候 是全世界的人看着的 包括那些我们讲他行话的人 到天堂的时候 他都听到原来你以前这样讲我的 不过如果那些上天堂的人 他不会有负面的想法的 他会一样很正面的 不过我这样想的时候 我就说神 帮助我在那天 不要这么丑怪了 以往做的错事都很丑怪的 神下你卸面我 遮盖我一切的罪业 求主联敏 我不知道审婚的时候 到底要不要供出来 因为圣经两句话都有说 要据据供出来 如果据据供出来 就据据供 但他又说你的脚踏着脚下 投于深海 东离西有多远 你的过犯离有多远 已经离开了 到底要不要据据 成為了一台戲 被世人和天使觀看 他想到他的生命是怎樣的 他一生的生命 所有天使和所有世人一起看 仕途要看 平信圖就不用看 沒理由其他人不用看 其實個個都成為了一台戲 到時就逐個逐個看戲 到底怎麼看 我不知道 我們希望基督徒看好東西 全部的好東西就看到 不好東西就跳了 跳了就不用看 那就最好 不過也預防要看 而且神始終看到 所以我希望大家也有這個心思 我真的有這個心思的神 你幫我吧 在心中就算有一點點 不喜歡那個人的意念 一閃過馬上說 臭主射臉 心中就說 這個人很煩 很長氣 很暗沉 學極都不懂 這有什麼不好 在心中一想 立刻求主射臉 這個就是對罪敏感 我感激是神 當我經歷聖年充滿之後 神真的教我逐樣逐樣 我試過有一次教目開會 有些教目分享 我覺得很欣賞 但有一個傳導人分享的時候 我覺得比較平凡一些 我覺得他的生命不太大改變 但當我一有這個意念 是即時彈出來的意念 立刻的意念就是 你是誰 你的改變都是我給你的 你有什麼權力去批判他 那我就開始學習 真的祝福他 或者走過一些教會 有什麼聖式的基督徒 你知道那裡都是軟弱的 就不是用一個批判的心 神祝福他們 什麼教會都是 你知道祂不開放聖年 我們祝福祂 求祝祝福 幫助祂的生命改變 用祂的方式 做到神喜悅的事 有時候有些人 真的不接受聖年充滿 神用祂的方式 祂是這個方式 祂就做這件事 這也是神提醒我的地方 我希望大家都同樣 像我一樣 我時時都想到有一天 我都要在神面前 所有的東西都供出來 我都希望 我們的弟兄姐妹 到時每個顯露出來 都說 耶穌說 你以前有很多怨言 不過你真的以後 改了很多很多 你現在真的 後來越來越好 我希望我們每個都是這樣 因為我們的事 是不能遮掩的 是不能隱藏的 同時我也很驚訝 為什麼有這麼多基督徒 會傷害人的 真的有些傷害說話 我有時聽過 我都很驚訝 為什麼有些基督徒會出口 我自己覺得就是這樣 他的意念裡沒有這種意念 甚至我用一個俗的說話 他真的有種意念 覺得他神是又盲又濃的 即他未必這麼說 但他覺得神看不到 他在罵人的時候 覺得神看不到 他在做一些不好的事 甚至有些基督徒騙錢也有 他騙錢的時候 他沒有想到神看得到 他以為沒有人看得到 他在欺負女生的時候 他以為沒有人看得到 神看得到 所以神幫助我們 什麼都見得光 這件事 你的心就給神了 如果你是這樣 神很喜歡你的 你的心是這樣 神就說 我真的喜歡你 喜歡到入了心 我真的抱著你們 我真的笑到不得了 其實很簡單 那你說做得不夠好 怎樣 求主赦臉 神就歡喜了 你求主赦臉 我求主幫我改過 在人來說 譬如你考試不合格 譬如你只有20分 你下次有30分 你可能你家人也會說 只有30分那麼少 你合格只有合格那麼少 你99分 只差一分 只有100分 為何你不讀完 那些就考到100分 人會這樣 但神不是 你20分 然後你21分 耶穌說你進了步 那就是神會開心 因為當我們一杯涼水 神都開心 我們任何地方改變 神都開心 但不代表我們繼續犯罪 我們知道罪可怕 我們就求主赦臉 但有些罪你一下子得勝 但你嘗試去勝過 神都歡喜 這樣想我們就開心 譬如你的煩惱 仍然有 求主赦臉我幫我 不要煩惱 靠着耶穌得勝 耶穌就歡喜了 那雖然你還有些煩惱 那你又求主赦臉 神就歡喜了 這樣你就輕輕鬆鬆 就不會重淡 而當我們真的愛神神 就為你預備 你想也想不到的恩典 這件事是非常好的 我真的想不到 我們有這麼多機會 可以侍奉神 這個我想也是歡喜的 能有機會祝福 也都在這幾星期 能夠幫到這個群體 解決了他的問題 我是覺得很大的恩典 很大的福氣 我覺得神預備的恩典 是在人不能的 起初他們都說不可能的 不可能 他們打算放棄的 但是神改變了 這個就是神的恩典 還有神就說 你專心愛我 我就要答救他 這個人專心愛我 我就要答救他 他知道我的名 我要將他安置在高處 他成為尊貴的人 他求告我 我就應允他 他所求告的 其實這段時間 我有為這個群體求告 這個宣教的群體 神啊 你行神職其事 正如以往 你怎樣幫助我們 這次你會幫助的 當時來說是很不可能的 但後來也解決了 我多謝天父 神就應允了 急難中 很困難也好 神跟我們在一起 神要搭救我們 使我們尊貴 成為尊貴的人 我們個個都可以成為尊貴 你不要想著你的學歷 你懂得多多聖經 或者你以往做得多好 你只要今天開始聽神話 神就歡喜 叫你成為尊貴 所以越是愛神 你的心 神越歡喜 其實我們心中 個個人都有些煩惱 重擔 壓抑 不開心 埋怨 這些我們越減少 越親近神 越感激神 神就越歡喜了 好了 聖經中那些很愛神的人 我們看到大衛了 人對我說我們往爺華電 我就歡喜了 我相信大衛不是這樣 人對我說我們去爺華電 我就歡喜了 即他不是這樣歡喜吧 他真的 去爺華電 我就歡喜了 即他不會說 我就歡喜了 即是很硬的笑容 他不是很硬的笑容 他是很開心 我們去爺華電 大衛就是很喜歡神的 我是很欣賞大衛那些喜歡神 他想到神 他就歡喜了 我的好處不在你以外 他講到我所有的好處不在你以外 你用乘量給我的地界 坐落在皆尾之處 我所得的你為我持守 他經常都想到神的美善 神很多好的東西 天離地何等的高你的慈 我向敬畏他的人 亦都何等的大 東離西有多遠 你叫我們過份 離我們有多遠 即他講的話 都是很充滿恩典 很充滿愛的 好像一個寶寶在母親的懷中 這個斷過奶的孩子 在母親的懷中 我都在天父的懷中 輕輕鬆鬆 這個就是大衛了 即大衛真的好像小朋友 也都很歡喜神 所以我希望大家都是這樣 很歡喜神 很喜歡神 神真好 我希望大家經常看到我 經常都說宣告神的恩典 你聽得多 你越明白神的恩典 你就會說 原來神的恩典這麼大 我們就越喜歡說神的恩典 人家聽到就會歡喜神 就會跟從神 正在那裡 接著就是大衛在猶大的曠野 作這首詩 這個時候可能是被追殺的 蘇羅追殺他 他說神啊 你是我的神 我要徹徹地尋求你 在乾旱皮佛無水之地 我喝上你 我的心切無你 即是在沒有水喝的地方 他就切無神 喝無神 神啊 我心切無你 這就是大衛的心裡 全心依靠神 靠著神得力 而且他為了見聖殿 他付出的代價是非常大 歷代至上 22章14節 我在困難中為耶華的殿 預備了金子十萬他連得 銀子一萬他連得 同我鐵多得無法可情 我也預備了木頭石頭 你還可以增添 在耶穌的比喻 五千銀子二千一千 是甚麼來的 就是他連得 五個他連得 兩個他連得 一個他連得 就是那個數目 就是神給每一個人 一個五個他連得 一個兩個 一個一個一個 但這裏大衛給多少 十萬他連得金子 哇 很厲害 那算出來多少呢 大約是3.3百萬公斤 哇 百萬公斤 價值是甚麼呢 一萬六千七百零七億港元 而那些銀呢 是三十三百萬公斤的銀 是的 是一千八百九十九億港元 這個以現代的價值來計算 就是 大衛愛神 愛到怎樣呢 他真的是 他在艱難 你留意十四次開始 我在困難中 他不是多餘的 他是真的用盡方法 才得到這些錢 然後他就奉獻給神 要興建這個聖殿 神說 你不能興建這個殿 因為你殺過人 但他沒有發脾氣 沒有發爛爛 很噁心 神啊 你又愛我的 你又這麼憐憫我的 為甚麼你不讓我興建聖殿 他沒有發爛爛 他反而預備了這麼多的金銀財富 來為聖殿 所以第一個聖殿很漂亮 很漂亮 是真的顯出大衛的愛神的心 我希望大家都是這樣 哇 神真是好 有一天我們去到天堂 我們每個人都說 神真是好得不得了 不過未到天堂 可不可以開始這樣想呢 我們去到天堂 就說 哇 原來神做的天堂這麼好的 原來神你的愛這麼好 原來在天堂的人這麼好的 我們就會說 哇 真是好得不得了 又去到天堂真是好得不得了 如果我們現在都有這個心 我們就會告訴大家 天堂真是好得不得了 他真是好好的 我們真是好感激神的 你從今天開始就感激神 我都希望 你的心給了耶穌 你的心給了耶穌 你將來 你能夠為神做的事 就越來越多了 另一個人呢 其實聖經很多人都有愛的 不過我今天只是說大衛和保羅 他都說的是基督的愛激勵他 他不是好像律法要我做 他是基督的愛激勵我 因為他想到一人既替眾人死 眾人就死了 並且他替眾人死 是叫那些活著的人不再為自己活 乃為替他們死而復活的主活 他就想到一人既替眾人死 我們都死了 他替我們死 叫那些活著的人不再為自己活 是為替我們死而復活的主活 那你為甚麼來活呢 有些人就是為了淺 為了名譽 為了享受來活 但我希望大家 其實 我相信我們中間的人 吃好東西都吃過了 甚麼好東西都吃過了 有試過的享受 當然有些人 可能每天都在那種享受之中 但都試過了 很多東西都試過了 試過了 其實 是不是每天都有這些 這麼好吃的東西 每天都坐大車 每天都住一間大屋 睡一張大床 那張床其實 你都不能夠滾走整張床 只會睡一邊而已 是不是你每天都睡一張大床 坐一個很大的廁所 會掉下去的 很大的 掉下去也沒用 就算你有這些一切 每天都是真羞百味 可能你吃到肥到不得了 是不是你就滿足呢 其實這些一切都改變 但我們愛神的一切 每一個意念 每一個行動 都永遠被紀念 是不是很好 所以我是很有動力 我想的不是想自己 我想的是想神 怎樣為神而做的 我就歡喜快樂的了 我心給了耶穌 我們看保羅 真的 他因為耶穌的愛激來 他去到什麼位 真的很厲害 我們一起讀一讀 高林道後書十一章二十三節 我給他們多受奴苦 多下監勞 受鞭打是過重的 冒死是屢次有的 被猶太人鞭打五次 每次四十減去一下 被棍打了三次 被石頭打了一次 遇著船壞三次 一走一夜在深海裡 又屢次行遠路 遭江河的危險 不得睡又肌又渴 多次不得食 受汗冷 赤身奴體 我想都沒有什麼人 好像他 這樣一受這麼多苦 他那次被石頭打 那些人還要去死了 他以為死了 那些人還要去死了 那些人還要去死 那些人還要去死 神保守 他就被人打完 那些人還要去死 其實真的不容易受 但保羅是沒有埋怨 並且是開開心心 開開心心 他為主而死 受苦 那我都希望大家 因為永遠蒙紀念 神永遠紀念 所以我們是樂意去侍奉神 樂意去為神受苦 因為保羅想到什麼呢 希望大家都有這個意念 《哥林多》後書四中十六節一起讀 所以我們不喪膽 外體雖然毀壞 內心卻一天生似一天 我們這自暫自興的苦楚 要為我們成就極重無比 永遠的榮耀 我們不喪膽 外體雖然會壞 但內心一日伸他一天 這個自暫自興 是短暫的痛楚 要為我們成就極重無比 永遠的榮耀 是永永遠的榮耀 每一次如果你為主義被人欺笑 罵、打、監禁 都有永遠的榮耀 我們不是故意要找別人逼我們 但我們就說 我們願意榮耀神 就算我們被人迫害 我們都不怕 我自己有心理準備的 我都...我預了大災難的時候 我希望我在大災難的時候 我能夠在這裏 我能夠幫更多人站立得穩 希望在這裏 也看到神的能力 如何不用拜壽 不受壽印記 可以有食物 如何祈禱有食物 如何可以得到保護聖靈 帶領我們如何在這裏走出去 那裏有條路可以走出去 不讓敵人傷害 或者走在水面上 或者叫山兒去我們和敵人中間 無論如何都好 我很想看到當時的情景 就算有一天被人捉了 要打、要傷害 我心裡都有這個心理準備 我都希望大家有這個心理準備 就是你的心理神 你又未必有這樣的遭遇 我們都不怕 不怕因為不要緊的 好了 那我們去到最後 怎樣愛神呢 怎樣愛神呢 我們去回這個圖 我們開始畫這個圖的時候 有很多基督豪 他有耶穌在心中 他有敬拜讚美 有全福音 他有做耶穌吩咐 不過他裏面仍然有很多低沉 仍然有時自我為中心 他講的事才重要 他的意念很重要 他要成就什麽都重要 他要成功 他要聰明的人 他要人讚他 還有發生氣 這是例子 可能其他的怨恨 埋怨 不喜歡人 其實同時存在 那我們第一樣要做什麽呢 是留意我們的內心有幾多樣垃圾 我們有幾多被人擊傷 幾多生氣 幾多煩惱 幾多怨恨 幾多負面 幾多妓教人的錯處 我們就是神幫助我們化解這些錯處 化解這些不好的事 因爲什麽呢 有耶穌幫助我 必不懼怕 人能把我怎麽樣呢 神幫助我 不用怕的 人能夠傷害我 所以我全心全意 倚靠耶穌 靠耶穌得勝 靠耶穌得救 不計較這些人的痛苦 帶給我的痛苦 就放手了 我是神所喜悅的 每天都說 我是神所喜悅的 我自己曾經用這個 《光臨島前書》四章二節 所求於管家的事 要他有忠心 因爲當時我被人批評 我就用這個經文提供自己 其實我也很努力去侍奉神 不過有人不滿意是他的問題 我不用繼續介意 我神都滿意 我自己都是努力的 我又繼續努力 我不用介意 那我就放手了 心裏面有什麽害怕 不開心 我都清理 讓我心中清理垃圾 這是第一步 想成長更加愛神 一定是清理垃圾 清理不好的事 然後呢 我們來 盡心盡勝進意 盡力愛住我們的神 這就是第一條介命 最大的介命 盡心整個心思 我們心裏面總是愛神 盡心是整個靈魂 原來就整個靈魂 盡義 我的心意 我的決定 以及盡一切的力量 去愛神 我用一個比喻 打冰球 很多人打冰球是這樣的 打得好一點的 那個扒在那裡 拉上去 這個上旋球 但那些職業不是這樣的 他們會蹲下 他們會彎身 拉到手最後 然後用完全身的力量 用腿抽出去 那些球走到 一落的桌子是賺的 一落的不是向上 是賺向前的 那些是職業的球員 他們是盡力 我只是形容一下 你有沒有盡力去愛神 其實可以說 我們一生人有多少時刻 盡力愛神 我們求主幫我們盡力愛神 我們就想一下 你大多數的時間 內心是想什麼 其實我們一天的時間 有很多 當然我們每天都有工作 我們每個人都有工作 我也有工作 左邊那些就是 很多時候為自己 我有什麼利益 有什麼好處 有什麼損失 幫人有什麼損失 人家是否看錯我 喜歡我 他喜歡不喜歡我 他看錯我 要付出什麼代價 我真的很委屈 很介意 很多人日常都會想這些 有什麼 我怎樣更加愛神 我怎樣去祝福人 能夠放下自我 那些自我放下 你的意念是哪一方面 還有你盡力是哪一方面 求主幫我們 他的意念都在神那裡 神是我盡心 盡盡盡力 全心愛你 全心愛你 祈禱了多謝神 我真的很感謝神 很歡喜神 很欣賞神 很欣賞神 全心全意 是人 就是 用心發出的 整個生命都是流露出耶穌 有一次宣教有一個牧師 他跟我說 他說 我真的聽到你說 你整天都說神 整天都說神幾好 這個就是 因為我心裡裝滿神 我真的喜歡神 喜歡到不對 我覺得神的恩怨是無限量 其實我們每個人都相信 不過總是沒有把他走出來 沒有說真的深信 神給我們很多恩典 還有我們想 一個人不能夠侍奉兩個主 不是惡 護者就是愛那個 不是仲這個 就是仲這個 輕那個 總是會體重一個 我們有侍奉神 有侍奉馬門 我們每個人都需要賺錢 有錢的 馬門就是財利 但問題 賺錢和錢 錢是人生的目的 是兩回事 到底我們的人生是否為了錢 在下面那裡 你有多體重錢呢 還有你有多體重人 還有你有多體重人 如何對付你 這也是代表馬門 就是一切我們世上的東西 人如何對付你 他的態度如何對付你 是不是很體重呢 是不是很體重 你自己有多少才幹能力呢 體重自己有多成功呢 還是你有多體重神 和神的心呢 這就是我們的心 到底有多少是給神的 求主幫我們遲遲去反思 其實也可以很簡單 經常都說神真的好 多謝天父 我經常是榮耀神 感謝天父 經常是讚美神 見到人有機會 就去宣揚神的恩典 就是這麼簡單 很輕鬆的 又不是很像 有些人說 很大壓力 是沒有壓力的 因為神喜歡 所以我做什麼也對 神都喜歡 所以我很輕鬆的 耶穌也說 如果愛我 不愛我勝過 愛自己的父母、妻子、兒女、弟兄姊妹 自己的性命 這個最難 其他人都容易 自己的命 如果不愛耶穌 超過自己的命 就不能夠做我的門徒 耶穌是想我們全心愛他 超過自己的命 但有些人說 那不是很厲害、很嚴重、要求很高 但是其實 當你感激神的時候 你整個生命 我就是為神而活 我就是聽神說 我的心就是這樣 我的餘下的日子 我就想榮耀神 神問我開什麼路 我就做什麼 有什麼機會祝福人 我就走什麼路 這個就是我的心 神又真的為我開路 我就走這條路 我就歡喜快樂 我就整個生命給耶穌 其實很簡單 我們有機會祝福人 神就歡喜 然後27節 凡不背著自己的十字架 我都不能夠做我的門徒 這樣無論什麼人 如果不撇一切所有 就不能做我的門徒 所以這裡有三次不能 沒有愛你的家人 沒有愛耶穌多過愛你的家人 或者自己的命 就不能夠做他的門徒 不背著十字架 背著十字架 背著十字架是什麼意思呢 很多人就說這個受苦 其實當日背著十字架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去半死刑 就是看自己為死的 我是願意將生命放下給神的 然後第三就是撇下一切 撇下一切不代表你全部銀行的錢 全部不要 而是你將整個生命你有的錢 其實都是在神的掌管之下 如果有一天神要你用給神的子民 神的侍奉 你就用在神的身上 神就喜悦你 神就祝福你 好了 我們最後講怎樣愛神 四點 希望大家記得 第一 倚靠神 神負責一切 我不是靠自己 我靠神的赦罪 祂救恩 祂祝福我 祂的計劃 祂的幫助 我就靠神 我的生命就是靠著耶穌祂 第二 親近神 有讀經、討告 以神為樂 我放在這裡 因為很多人未必想到以神為樂 只是說到贊美神 聖經說以神為樂 想到神就歡喜 這也是親近神的一部分 第三是遵從 行道 聖經所說的遵從 又願意愛人幫助人 又救人 又願意侍奉這個遵從 最後一個 寫記又比較困難 其實又不是很困難 神說你做什麼 你就做什麼 真的有人 他本來有一個人 他是戀愛的 但他最後決定 這個人都不是信耶穌 我就不跟他一起戀愛 不跟他戀愛 但這是一種犧牲 在很多人來說是很困難 很困難 因為他已經在心房裡 是很困難的 神有時候 要你做一些事情 不是你本來想做的 可能你覺得 這個不是我強項 神說我想做的 別的我喜歡的那些 但是神說 我想你做這個 譬如說 神想我們去道歉 神想我去幫某一個人 可能我們不喜歡的 你就聽神的話 這件事是很多人來說很困難的 你本來想做一件事 神說你停止 你不要做這件事 你做別的事 第二就是獻上自己 我整個生命給耶穌 將身獻上當作活際 你都肯犧牲 犧牲自己的時間 金錢 甚至生命 這就是愛神的 一個比較高的層次 就是我願意丟下我自己 我的意念 我的目的 我的思想 我的方向 神我願意丟下 你帶領我 這樣的人 神就能用到 如果經常想著自己 神就用不到 希望我們今天 想一想 我們的生命是怎樣 是否將身體獻上 當作活際 我的生命給神 不要跟這個世界 心意給神改變 三樣東西 獻上生命 不要效法這個世界 思想完全改變 我認識有些基督徒 甚至他的想法 跟世人一樣 當然要嫁給有錢 嫁給有什麼條件 有時候有些人都會這樣 或者說 一定要結婚 不結婚不行 這也是一種的群綁 不結婚 就好像不結婚 而你越愛神 神就越歡喜 其實很大的鼓勵 神知道的 你今天 譬如你今天愛主 是百分之五十 你開始 五十一 五十二 五十三 六十七十 神就歡喜 我們一起起來 我們祷告 神幫助我們 而當我們愛神 神就喜悅 神就提升 神提升的時候 沒有怕什麼都不用怕 因為神會凡事祝福 聽我天父多謝你 因為其實我們的生命 都是你的 我們有一切都是你的 但有時候 當我們得到的東西 我們就不肯放手 我們就抓緊這些東西 求主幫我們 肯放下我們的自我 肯放下我們的驕傲 肯放下我們的煩惱 我們的怒氣 我們的委屈 我們的激氣怒嘈 我們在心中 很想自己達到的目的 而不是神想達到的目的 求主幫我們醒察內心 待會我邀請大家 安靜一會兒 自己要醒察 你的內心到底 神是有什麼地位呢 有些人神排行第五十 他排行所有錢 家人 婚姻 生兒子 排完了 然後才到五十 就是耶穌了 到底你把耶穌排行第幾 自己反思一下 求主幫我們改變 越改變的人 神越歡喜 神越提升 神越天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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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我天父母多谢祢 因为我们一切有的都是祢给我们 我们有的生命 我们有的财干 我们每一个人有不同的财干 也都祢赐给我们的能力 我们工作所赚来的钱 这一切 其实都是祢给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 知道这些一切恩典的来源是祢 我们就愿意说 神我愿意放下 我愿意放下 神祢愿将更大的恩典赐给我们 叫我们下半生 为主成就是更伟大的事 叫我们下半生 为主发光更加大 为主使用更加大 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高度的提升 只要我们肯让神改变 只要我们肯将主权给耶稣 肯将整个心都给耶稣 全心爱神 我们的整个生命必然提升 神就喜悦 神就提升 多谢天父 求主帮助我们献上一切 我献上所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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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多謝天父求主私恩祝福我們 提升我們的生命 因為我們以為我們觸實這些東西 是更大的益處 其實觸實這些東西 反而難助我們進入更高的層次 進入更高層次的祝福和生命 求主幫助我們知道 這些世上的一切 和人的體重我們 名聲 這些聲譽 這些一切都要過去 但是我們如何將心延傳給祢 這件事是永恆的 永存的 多謝天父 感謝天父 多謝耶穌求主祝福 憐憫 多謝天父 榮耀 重贊歸給主 求主幫助我們將生命獻上 這一陣子你將你的生命獻上 哪一個部分你願意的 你就跟神說 給大家一點時間去跟神說 神我願意獻上什麼呢 我願意為神踏出哪一步呢 由主幫助我們 多謝天父 由主激勵我們將生命最好的 最好的給神 你最強項的東西送給神 獻給神 神就歡喜 多謝天父 感謝天父 祈祷奉主耶穌聖名阿門 祈祷幫我們 祈祷str的 Magnifique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